这些人在大学里面 他们是消费 他们还必须要给这个国家 给这个教育体系 不断的注资 他给不起这个钱 你研究生也好 博生也好 你父亲给 你爸爸妈妈 打分就给这个钱 没错 这个里外里 共产党都捞钱捞大了去了 那这个研究生要博生生 那就是毕业无望了 毕业无期了 而且就业无期了 因为后边还有啊 还有个三十五岁门槛 所以有人就说了 说我国之生要念六年 出来的时候 正好到三十五岁门槛了 那共产党也说了 我们三十五岁以上 别不要来递简历了啊 我们都不要了 说那就直接从毕业到退休了 就没活干了 你这辈子就躺平了 但问题是 很多人家父母 没办法让他养他们一辈子 他们将来怎么活 所以我在想 这个世界在城市还不算那么突出 在农村我过去是了解过的 我给他介绍过他去的农村的情况 做支教 那更惨 他说农村是什么情况 比如咱们说一家里面有五个孩子 现在的农村 原来是爸爸出去打工 妈妈在家带五个孩子 现在是爸爸妈妈都得出去打工 对 才能养活 给爷爷买的 来养 然后五个孩子里面 只能用一个孩子保持到高中 全家牺牲掉 学的弟弟妹妹 特别是女孩子 全牺牲掉 保一个孩子去读高中 然后让读高中就去拼大学 我就问如果这个社会 这个孩子背负了这么巨大的压力 他考不上大学 他会怎么办 很有可能就自杀了 告别这个社会 很少有人能承担这种 这种家族的这种压力 这种一般 而且就算考高中 然后他还能考进一个大学 他出来也是失业 然后面对说家里还有弟弟妹妹 爷爷奶奶要养 这就是中国社会 特别可怕的一个场景 这是一个场景 你刚才说的那个楼房的那个事情 现在其实在深圳上海 这种一线城市都非常可怕 因为他们在原来的一个工作就业的一个基础上 去判断他的购买力 而且在过去的20年来说 应该来说他们的父辈母辈 他们在这种大城市生活 他们有很多巨额的经济来源 所以他们有能力去支撑下一代的一个生活 当这一刻一来临的时候 他们的父母亲不再有能力支撑他们 他们自己原来对自己生活很高的寄望的那些 大的科技公司 好的一些科技平台 能挣的钱也不足以去养活这道房子的时候 他们会落入一种非常无望的一种境地 房子养不下去 而且他不知道未来在哪 出路在哪 没错 而且现在我刚看到一个报道 三联生活周刊一篇报道 他讲说他举了一篇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伦敦拿了一个硕士的 人回去了 一个小女孩 他以为他在求职市场上是个香菠菠 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以后 才发现他只能找一种活 餐馆端盘子 三千块一个月 然后这个时候他妈妈开始怪他 说都是你不信 那别人能找到工作 为什么你就只能找这种餐馆的活 那女孩觉得非常委屈 但是他什么也说不出来 现实就摆在这了 你在外国 在伦敦念个硕士 so what 你算什么 什么也不算 我想现在从美国回去 也不会好到哪去 所以我就在想说 实际上就变成说 整个社会完全的没有出路 然后我这就让我 有人就在说 在这种背景下 年轻人完全没有出路 或者我要造反 我想提您看吧 这个就是个大的问题了 实际上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 真是叫官逼民反 他跟希望我们了解到的 到了自由社会了解到 人民对自己的自由的权利 说民主对要自己的权利的那种愿望 他是没有 或者说有了这种愿望 他是被压抑住 是被克制住的 因为刚才您说的无望 无奈 甚至恐惧 这种恐惧来自这个强力的国家机器的弹压 还有一个是什么 来自周边的闲言 所以对来自于社会 他们认为自己这种所谓要民主 要自己生活下去 要造反 甚至发出一声 我不高兴 我不喜欢 发出这么一个声音 他都觉得是 他是小众 因为周杰所有的大的舆论 周边的人都在说 政府多么好 政府都在帮你解决多大的问题 你应该是一个国家 对 然后政府靠 能听到你这个不高兴的句话 要找你爹找你妈了 对 也说了 你们的儿子你要再不管管 你们俩饭碗就敲掉了 是 那爹妈回过头来 就是来训儿女了 是 为了全家觉得中国这种国家 民反还要有一个自然条件 比如说像 咱们说最近 说李自成 是不是 像李自成 他需要一个巨大的天灾 李自成当时 他从高闯王手下 接着变成李闯王 手下就带了十几个兵 从临头湾那里跑掉了 那就是这么十几个流寇 他怎么就从陕西那里 流窜一路过来 到了河南 成为了几十万上百万的军队 就是饥荒 旱灾 蝗虫灾害 几项加在一起 人们把所有大自然 把他们逼迫 逼在一起的 不得不为活下去 走上那条路 说不定那不是想造反的路 很多河南人可能觉得 那就是一个逃荒路 去逃荒 突然有个人在旁边喊 军平赋 哎呀 这好啊 是不是跟着走吧 到那边能吃凉吗 宝王来了 就就可以放凉了 对啊 那就跟着走 所以这就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觉得就要等一个 巨大的一个天象 从官民民反 那我的主要的观点 还是这样的 所有的这个民间的声音 民间的愤怒 包括刀狼的歌曲 所带来的这种社会的 这种共振 最终都指向一个目标 就是上层建筑 中共的崩溃崩盘 最后的整个国家 命运的转换 都来自上层建筑 来自真正的体制内的 社会精英 也就是说现在那些 对习近平说 无限忠诚的那些人 那些文官 那些武将 是他们在孕育着一场 真正的革命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所以你很难说 这个决裂 这个核堤的崩溃 是从哪个管涌当中爆发 现在不知道 你讲到这里 就是一夜之间 就是一夜之间 那当年薄熙来 最近的薄熙来和令计划 咱们搞的那套 周永康不也是吗 那就是一夜之间 是吧 你这刚才讲的这一点 让我想起来 就是这个官场的平静 我就想到了 去年三月一号 我们在我在这节目里 向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过 就习近平在中央党校 有一个中青年干部 培训班 那是例行 每年都要班 那是将来 所谓的后面的梯队 这个培养中青年 接班人的 那么一个班 那么开班的讲话 习近平去了 结果习近平引用的是 李后主的那个 决定词 引用的是这个李后主 那个被南宋灭掉以后 灌在牢里头写的一首词 叫于美人吧 这个 引来这个词 同时比喻的是苏联 说苏联王党王国呀 大家要有这个意思是要 大家要有这个危机感 跟这些干部讲 然后就开始讲 我们的干部多不像话 那讲了一串 你讲的这些情况 什么在官场 这个混啊 在职务上躺平啊 不作为啊 作假呀等等等等 然后我就想到说 其实习近平 他大概也不是不知道 应该讲 他比我们的体会 更敏感 更确切 因为李表扬这洪水的事 嗯 那就 他现在习近平是躲在一边了 那河北省的省委书记 专门跑到那个熊安去了 人家把话说得透透的 说这次我们上游主动泄洪 卓州要淹 就是为了保熊安 然后 这话还是见了媒体的 人家没觉得说 我们要替党中央遮着眼着 这不是什么好事 我要说明白了老百姓会愤怒 人家只想着说叫近平同志不愤怒 就没事了 那老百姓愤怒一边呆着去 但是呢 实际上老百姓都明白 那就让 又让我想到一件 就是河北那个前几 哦不是山东的德州 不前几天地震吗 8月就是洪水第二天 8月2号地震 我看到有一个他们自媒体做的视频 有个小伙子从德州那个高楼里逃出来了 逃到广场 你猜他说句什么 嗯 说哎呀 这地震是不是有什么隐情啊 有内幕啊 这话听了就有味了 就让我想到 就老百姓 现在这个怀疑上班的 这个 各种把戏 就你老想着坑坑我们老百姓 对 都怀疑到这个份上 就连地震他都怀疑上了 说那地震是不是也是你们玩的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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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很有意思的 中国人哪位一直是把这种 灾祸的源头 后来都推到美帝国主义那里去了 我记得去年那个 那个郑州大水 那时候也是这样子嘛 对吧 对对对 说说是中国说 哎呀 这个都是这个 美帝国主义的气象武器啊 啊 暴风雨跟邓道 我们这里来了 就我这里 这个这个事情啊 河北的事 我觉得是什么 呃 我记得是哪个自媒体 叫蔡先生吧 他说过一个 就是有人说泄洪区 不是一种地理 而是一种地位 嗯 对对 我觉得这这话说 这个他以这个字而用的准确 嗯 太精辟了 这个实际上就是 中国现在就是这样 你说他为什么 你刚才说的 跑到广场上呢 他怀疑地震了 他怀疑是别人看的 他知道自己的地位的卑微 嗯 只要卑微 谁都能玩他 嗯 是不是 说说决定洪水流向的 不是地理上的海拔落差 嗯 他是承受灾情的 人们在权力等级上的落差 对 您社会地位低了 就该找你倒霉 就该找你倒霉 你看卓州 跟雄安是个什么关系 原来雄安是保定府 下面的一个县 跟卓州是平起平坐的 对对 但是雄安变成了北京南都 变成了新首都之后 更重要的是 他变成这个习近平 那个千年梦想的时候 他就具备了一个政治地位了 嗯 他的地位一下就高了 当然他行政地位也提高了 是吧 他就相当于这个 跟河北省一复省级了 嗯 这叙数的提高 提高下来 本来保定是个地级市嘛 嗯 所以现在卓州 比这个雄安 海拔上高出几十米的地方 那 这个社会地位低了几十米 就该找他 地位低了嘛 所以他会成了 你成泄洪区了嘛 是吧 雄安本来是在白洋店的这个边 对 白洋店番 就是蓄水的 都是蓄水的 那大水池了 是吧 就是整个华北平原 天然蓄水的 以海河流域 还有南边这个 咱们说太阳山域 从太阳山 从西边过来的这些河流 一路下来 如果那水要往北京 天津走的话 他先把它蓄住 免得冲击 金金唐 唐山嘛 冲击他们 这些都是原来的中工业城市 然后慢慢水呢 下去了 洪峰过去了 慢慢是水泄到这个河海里面去 对 这是个天然自然形成的 是吧 结果好 习近平搞这个治水 治水源 治水这个理论 又出了一本书嘛 水利部也出了一本书 对 就还就在这个洪水之前 还在宣传 这个事儿呢 这更更更有意思 更反省 浪浪的事很有意思 你看这个水利部出这个事情 出这个书的时候 是11号出书 就没事了 你出完书 就咱们知道 中共的各个部门 都会说是表公啊 表达忠诚嘛 对不对 你等过过场就算了 结果的18号 宣布这个洪水要来的时候 暴雨要来的时候 他突然把这本书拿出来 这就有个意思了 对啊 你在这个时候 拿出这本书是想干什么呢 干嘛 想告诉老百姓 你们别再多嘴 我是有习近平照的 我所有干的事情 全是由习近平思想里面的 治水理论 知道 万一我做了错 你无愿也别找我查 有这个意思了 结果到了20日 我想想哈 是29号 29号 30号 洪风来了 他通过 新华社往外报道 大规模报道 水利部集体组织学习 治水思想 也就是说 这就明显了 特别有意思了 集体卸责 都一全推到习近平那里去了 对 这也就是习近平 在中央党校的讲话里 讲的一种形式 他批评的对象 但是呢 没有用 你再批评 各级官员就照这么做 你会往下压 我就往上推 而且我很技巧 所以变高级黑了 这里面就有个最大的矛盾 就像雄安新区的建设是一样 雄安新区建设 我们刚才说 它是在白洋甸边上 本身就是积水的地方 一个城市 没有说 这世界上只有 过去只有沉入海底的城市 谁会在海底去主动建一个城市呢 是咱们说的极端链 谁会在白洋甸去建一个城市呢 你不是找烟呢吗 是不是 那这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他的这种政治逻辑之下 去建了这么一座城市之后 那所有的后期工作 你根本没有办法做 城市的排水 城市排洪能力 你怎么去搞 你再没有办法去 第一个地方往哪排 往哪排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在抱这种侥幸心 只要别出事 只要等着这个家务道的那天 嗝屁了完蛋了 我就就算了 再说解放了 所以大家都在躺平